車來車往的和風街 是通往調和街主要道路 但每次遇到大雨 邊坡的排水就會變成這樣 長土牆流出來 流出來就剛好沒有接到下面去 所以會積水 積水就是漲青苔 青苔還有一些不平 就是青苔很多人滑倒 要會車就是開旁邊 旁邊有的積水 站在旁邊過 從這裡過都會噴到幾千架 就是站牌那邊也一樣 邊坡的排水像是步伐的宣洩 雨水無法經過排水導入正常的人行道側溝 不僅路人難走 對行車安全也是一大威脅 但這次是離譜了 太離譜了 你看看那個影像就可以看到 就是像瀑布型的 那主要行人也好 開車也好 那裡面也常常說他們這邊滑倒 也因為這樣子要閃那個雨水 然後會噴得自己撞牆 所以類似等等很多的不便 所以我們一直集合 因為這個地方是三屆所 我們新風新婦沙子 對的必經之道 以民反映 現在就要下雨天的時候 我們經過情境這個路段 都會有積水 也危險 那日前我們有里內的民眾開車 晚上開車的時候 往這邊因為就是積水太多 不好駕駛就撞到電線桿 所以我們請藍民王市議員來幫我們協助處理 可是這條河風街 其實會同三個里 那牆降雨其實 它的路沿這邊也常有積水 那這邊雖然有擋土牆是比較矮的 可是牆降雨其實就會變成 一直會有造成小型的瀑布 水一直往馬路跟人行道 這邊來做成積水 不管是行人跟人車經過 都會有一個危險的現象 這個地點剛好是三個里的交界點 那每天往來的居民很多 尤其旁邊就是一個商場 每天大概有很多人競速 那雨水直接衝破這個擋土牆 造成路面以及人行道積水 會嚴重影響用路人的安全 以及機車歧視經過的一個安全 所以三位里長非常重視 那麼我們今天現場會看之後 那麼決定請公務處 在擋土牆上方做一個節水溝 這樣可以直接把大量的雨水 直接透過排水 這個節水溝來先分流掉 不然我們現有的擋土牆的排水孔 的這個排水量是嚴重不足的 那相關的經費出估大概要五六十萬 那這個民政處這邊也同意我的建議 我將動用我的零星工程館 那麼一波給公務處由他們來執行 那原則上大概在一兩個月內就可以完成 這項工程議員藍米黃將爭取年薪工程款之音 希望完工之後能夠提高排水功能 避免雨水流到路面影響到用路人安全 記者黃少民記錄報導